神明电视台 最慈悲的佛法就是 请在神明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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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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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特别来到学校 有一个说法 学校如果 没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所谓的众生就很多 跟军队一样 那这一点我为什么怎么说呢 事实上如果你是修慈悲心的 你会觉得太快乐了 我可以帮助他们 如果你是没有学佛 很自私的 那我赶快跑了 所以 我想每一个佛 他之所以成佛 他就是想要帮助众生 给众生快乐 所以有一句话 哪怕佛陀生命 只剩下一秒钟 他都在想着如何给众生快乐 那就是我们要修行的心态 那我必须这样强调是 因为我发觉 我们很多人在修行 我要研究什么法门 研究什么经典 修什么仪轨 但是他却了忘了 他学佛的动机在那里 所以念一下 学佛爱众生 学佛慈悲众生 对 那这个动机各位要拉住 我想一个妈妈 永远不会忘了爱她儿子 这样 这是不用交代的 那我们学佛就是要拉回来这个正念 这个叫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随时想着 我们为什么不脱离这个轮回呢 这个世间很苦的 能够到极乐世界就没有轮回的痛苦 但是世间的人跟友情 他会觉得我有房子很快乐 那些动物说我吃到食物很快乐 那些鱼说我在那边自由游来游起 有东西吃很快乐 那些天上的神说 哎呀你看人间多脏啊 我们在天上做神多快乐 只是说佛教所谓的快乐 他要给我们提的是一种 念一下 没有痛苦的快乐 对啦 所以有一句话 佛陀说 没有欲望的快乐 超过于有欲望的百千万倍 好好想这句话 这个叫禅 禅就是 你要去思维经典的道理 就像各位很多人都会背心经 但是他看到漂亮的衣服的时候 他就怒了 多少钱 我要给他拿回来 那那个时候所谓的禅就是 那心经叫我们要有空性 世间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当然很多人就会有一点消极 那这样我就不用去爱家人 不要管别人 不是这个意思 佛教的意思是说 要我们用真理的爱 去关心你的爸爸妈妈 去关心你的先生太太 儿女 你的亲戚朋友 所以有一句话说 佛法的圆满的推孔就是为了爱 但这个爱是有智慧的 是平等的 是毫无条件的承担的 那唯有这种爱 你心里才会平静 你很爱你儿子 女儿没错 但是你会担心他 担心他生病 担心他不见了 你很爱你的先生太太 那你也会担心他 会不会他去爱别人 他会不会背叛我 所以就像你也很爱你自己 但是我们把这个自己当做 身体是我 万一哪一天他生病了怎么办 所以哪一天我毁容了怎么办 就像有一次我在机场 看到一个很有钱的人 因为我看他是坐头等舱 旁边还有保镖 穿的是很贵的 但是他一直看我 我想他为什么看我 原来我想通了 他光头我也光头 他虽然很有钱 但是他没头发 他有一点痛苦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看起来 是有头发 还故意把头发离掉呢 旁边我也有护发 我也有保镖 送我来坐飞机 他就看我在想 他在想什么 原来他在想说 这个没头发怎么好快乐呢 因为他觉得他很自卑 虽然这么有钱 这么有力量 他是秃头的 他觉得很没面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在作怪 我比较胖 我比较瘦 我比较高 我比较矮 我比较有钱 我比较穷 别人老公那么好 我老公怎么不好 别人找到好工作 我怎么没有工作 所以特别各位在 一个都会区里面 你就会觉得 闲书差很多 所以有钱的人好像骄傲一点 没钱的好像自卑一点 那事实上 这些叫什么 你也叫自找麻烦 对啊 这个叫分别比较 这个叫分别心 你就找麻烦 所以佛教要我们把这样子的 错误的心态叫无名 把它消除掉 那你就快乐 这个叫 你也叫 正入空性 依波罗 波罗蜜多 顾 各位要多思维这个道理 依一个了解真相的解脱的智慧 所以 叫波罗蜜多 意思是说 你就可以超越所有痛苦 而且你可以圆满 有能力帮助别人 波罗蜜多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讲的波罗蜜的意思 布什波罗蜜 持戒波罗蜜 那 我很想各位像 如果这个教堂 这个是一个学校礼堂 没有半个人 你就一个人坐在那边 去思维这个道理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忙于 世间的家庭 社会 你就忘了这些事情 所以我 我这个人能够学佛是 我很有福报 因为我正在公司上班 我的公司就在 我们会日讲堂旁边 但是我那时候 当然年轻嘛 野心就大一点 台北要有公司 台中要有公司 国外要有分公司 然后呢 我要学那时候的IBM 我要训练一百个总经理 让我全世界有一百间的分公司 那我要做什么 做什么 我就每天都在计划 这个 但是等我计划到很多 而且开始去做 我压力就来了 光分薪水就压力很大 一个月好几百万 心压力很大 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 打肿脸充胖子 然后呢 越做越大 那你宁可去贷款 贷款 那你才可以把银行贷款 你可以事业做得更大一点 那时候觉得 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人总会撑住 这个叫成功 我可以撑住 那我们会日讲堂 就在我们公司旁边 所以当我压力很大的时候 连吃饭都不觉得好吃 虽然每天 他们找我去吃好吃的饭 但是就在我们会日讲堂 我公司在那方面 我走走走 走到那巷子 在一个那边很多餐厅 结果一进到巷子 你们看到一间 那里面静静的 然后是古时候的建筑 这个是水泥的 我们会日讲到 那个时候是木头的 木头的 而且的特点就是 都是玻璃像教堂一样 因为我看到这个椅子 我就想到会日讲堂 我们那时候椅子就这么多 在里面 里面没有半个人 然后旁边一些花草树木 那我就走进去了 我走进去我就觉得很安静 我就坐下来 我就在那边想 当他那时候心里想的是 那接下来怎么办 那个钱怎么赚到 那个贷款怎么办 因为我越坐越大 那时候就看到一个出家人走出来 出家人理个光头 拿个脸盆装一点衣服 他要走去洗衣服 然后我坐在那边看 当时我看那个出家人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人的 男人的脸是粉红色的 那我们是苍白的 他是粉红色的脸 而且看起来又很聪明 又不是那种笨蛋 后来一问才知道 他是到台湾读博士的 读佛学博士的 一个新加坡的法师 然后眼睛这么亮 皮肤粉红色的 脸看起来这么好看 从我面前走过 所以我就有点讶异看他 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 然后那位法师 他就给我打招呼 结果打招呼以后 他看我大概一脸迷茫 因为我们这个还没学佛 也不会合掌 也不会什么阿弥陀佛 反正我就看他 他也大概知道 我是个门外汉 不小心走进来的 结果我就看了一本书 上面写的 一打开 因为他走了以后 他就跟我说 我就问他 你哪里来 他在新加坡 他来这边读博士 他出家很久 他现在中午时间 他不睡五睡的 他要去洗衣服 我说哇 还要洗衣服 但是他很安详 他拿给我那一本书 我一打开 这叫因缘成熟 那几个字就特别明显 出家是出离自私的欲望 感情 金钱的占有意 让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的自由人 自由人 世界的自由人 但是为了如此 要难行能行 难舍能舍 难忍能忍 你还有这个过程 我一听 我一看那个书 那几个字而已 我整个生命就震撼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 我想各位 大部分人就是成功有钱 成功有钱 别人羡慕你 但是我眼前这个人 一个人 сотруд着 教一 Jo 我还做什么 一件衣服做 然后j 法政老法师 法政老法师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认识的法师 跟他讲话的法师 他后来活到106岁 无病而终 我之所以吃素是从他那边来的 我之所以喜欢放生 也跟他有关系 那我那时候就看到法政老法师 他大概五岁睡饱了 他就到一个房间 开始桌子打开 开始抄 他那时候喜欢抄 妙法莲华经 然后我就 我就故意走过去 去看 因为我现在会合掌了 我就跟他看 那法师字写得很庄严 后来他跟我讲话 年轻人 你哪里来的就跟我聊天 但是奇怪 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 我都听得懂 这叫音源 他是河南人 那个河南枪重到 一般台湾人听不懂 但是我听得很熟 慢慢慢慢我就开始 中午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不想进公司了 我就喜欢去那边坐 然后跟老和尚聊天 慢慢了解他怎么来台湾 怎么修行 他现在在忙这个是做什么 学习他 他连一张卫生纸都折成四片 他折完四片剪完 我说老和尚这要干嘛 上厕所一次用一片 一小片 因为他是男生 不用用整张 用一片 那有一次我看他这边理头发 理完他又用一张卫生纸包起来 我说老和尚这个丢垃圾桶就好了 他说不行 这个头发尖尖的理下来 那个虫一吃到他就穿过胃 穿过胃 那我说那怎么办 我收集好 然后把它烧掉 才不会伤害到这个世界 我就是这样开始修行的 慢慢他就告诉我 佛法是什么 然后他很会唱诵 这个法政拉法师可以说是我们 台湾有一半的出家人 唱诵都是他教出来的 我也是他的传人 所以我很会唱 这是我的福报 所谓很会唱 如果你本身不会唱 你老师也没用 就是你的音调什么的 抓得很紧 后来我就慢慢知道 老和尚每天几点起床 两点半 morning call 我们有闹钟的 两点半起来干嘛 他就在我们这个 就像这一间这么大 他一个人在那边 阿弥陀佛 我们叫五会念佛 他就要慢慢念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不是这样念 他是拜佛华经 一字拜一拜 拜 他现在那时候我认识他年纪比较大 他就没办法一个字一个拜 他就慢慢走路 阿弥陀佛 但是我觉得说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一个孤独的人 可以过得这么快乐 我就问他家属在哪 他说通通在大陆 他说大陆过去有结婚 但是他充军了 因为大陆那时候 我专年轻人从军 后来被送到台湾 他说老伴死了 女儿还在 很久很久 女儿都会来看他一下 但是我都说你不会想他 他说不会 想是痛苦 各位记住这样 想是痛苦 我说哦 所以我就慢慢了解佛法 后来他就教我吃素 那时候拿的是 红衣大师的护身的故事 教我 然后我经常看他一个人 超经 拜佛 在那边念佛 任何人问他问题 他都很仔细回答 只是问他的不多 因为他的河南腔 人家听不懂 后来我还要去做翻译 然后有一次 他拿一些盐巴 我说老大师 你拿盐巴那么多干嘛 洗澡 好啊 不是有肥皂吗 我还特别买过来 他说不用 他手一拿出来看 他那个皮肤是细 指甲是亮的 就像你们女生擦指甲油 他说我一辈子用盐巴洗澡 而且这个盐巴洗 也不会污染水 用肥皂会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古时候出家人 都是用盐巴洗澡 生病的时候 吃吃盐巴 这样 所以 那他用生活 这是我很大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那时候就好像很喜欢去 我就一有空 公司一找机会我就去 一有空我就赶快去 因为我要跟他生活在一起 每天他在那边抄金 我在旁边帮他 我一研究他吃什么 他活到106岁是因为 他早上只喝稀饭 加一点木树芽 没有油 没有酱油 这个叫106岁 他不吃油的 他说这样就好了 就很简单 所以他就劝我吃素 那时候我还没有决心 我只是偶尔吃吃 直到我妈妈生病 我才开始认真吃素 不过那个时候我就开始 学习这种孤独的快乐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想过 后来我的太太都发觉 你最近有一点变了 怪怪的 我开始不喜欢去喝酒 不喜欢去打麻将应酬 我有一空我就坐在那边 老二上就开始给我很多书 给我看 那个长青法师 只要碰到他 他也给我书看 那个时候在日本 读博士的后观法师 大行法师 如果回来 他们也会拿很多书 跟他们的笔记给我看 特别后观法师 给我看了很多 大制度论里面的 菩提心的这些笔记 所以当然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 我突然想到会日讲堂的种种 所以但是对我来讲 我一辈子就在那边改变了 但是后来会日讲堂拆掉了 但是我在那边得到了太多太多了 但是享受孤独 思维佛法的道理 或师父讲的道理 后来我就认识我的师父 卢旭长老 卢旭长老也是河南人 他就跟我说 有事可以问我 如果我看经典看不懂 我就问他 结果一问 我问他一个问题 他可以给我回答三个钟头 解释得非常清楚 解释得非常清楚 这是我的福报太好了 一个小小问题 他解释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发觉没有人在问 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问 我看到后来里面出家人蛮多的 很少人去问老和尚问题 所以我觉得太有福报了 老和尚我包起来了 都我在问 法正老法师教我放生吃素 唱诵犯败 怎么样处理生活 我的师父教我佛陀的心态 看什么经典 那其他的法师 那各自表现得非常让我敬佩 我开始学了 原来人生的快乐 我的想法不见得正确了 是建立在家庭公司跟事业的成就 当一个男人 认为他做了很多事业 赚了很多钱 他成为世界的奴隶 名片上 一堆一堆 但是我的姻缘成熟了 我从一个佛教的空门里面 这些出家人的生活 找到了那种真正的快乐 我原来征服自己 当然对我来讲 我了解佛法以后 就没有欲望的问题 我一下就 很快就戒严了 不喝酒了 不吃肉了 不应酬了 他们叫我去赌博 叫我去买漂亮衣服 他们交际应酬 很多女生 去大酒店 世界出名的酒店 去怎么样 我都觉得 跟我好像没缘 我又开始恢复 我小时候的生活 孤独 看书 我喜欢如此 当然我这样说 我很希望大家 能够经常像今天这样 自己静静的 跟佛陀讲话 看着佛像 看着佛经 或是你一直念 但是你念 不要很单纯 只有其他都不想 那又不是佛教 那你等于录音机 你有口业的功德 念欧玛丽变灭 他在想的 这个六道众生 六种根本烦恼 六根不清静的问题 如何脱离六道轮回的问题 如何让六道众生 同发菩提心成佛的问题 这合起来叫 所以祖师大德说 包含三藏十二部 一切咒语 包含所有过去 现在诸佛的教法 跟咒语的功德 那这些你要去思维 为什么它包含这个 所以你就 一个人在那边 一直思维 那当然思维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静静的进化自己 第二种呢 那像我现在的思维 跟刚开始学佛又不一样 想着佛法如何推动到 任何一个地方 如何救那些被杀的 像我昨天看报道 我现在有拜托很多居士 就说如果你有看到好的影片 跟佛教有关系 甚至那些狗如何被杀了 你赶快传给我 因为我要去了解这个 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 甚至当然现在网络上 有很多母熊带小熊 或是鸡在疼猫 或是猫在照顾鸡 这些很好很好的 现实的生命的感动 或是生命的苦 我都想要去了解 所以那现在想法又不一样 既然我已经学佛这么久了 将近三十年 我懂了很多佛法 但这些佛法给我自己没有用 佛法的目的呢 是要能够 就像佛陀讲的 能够供养 佛法是供养众生最好的礼物 所以特别我们人类 所以特别我们人类 人成及佛成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都视线人而出家而成佛 这是人超过天神最殊胜的地方 人有感情 感情可以变慈悲 人有知识可以变智慧 人有这种意志力可以变成 度众生成佛的愿力 所以佛陀有大智慧 大慈悲 大愿力 所以有人才可以圆满这个 天道太快乐 骄傲 他没有感情的问题 所以他也不懂了感情如何变慈悲 天道 没有佛在说法 除了都算内愿 有弥勒菩萨在说法 所以大部分的天人 都在欲望的快乐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什么叫欲界天呢 人间的所有欲望的快乐 他都可以满足 叫欲界天 但是他这种欲望 跟我们人间的欲望不一样 没有罪恶的 他不去伤害别人 不会搞外遇的 不会杀生的 他吃的听的音乐 这些用的东西 都是没有伤害到 其他生命的快乐 衣服呢 是从树里面自己长出来的 很漂亮的衣服 如果你升天 你十个 十个手指头 每天都戴不一样的十个戒指 而且只有你有 别人都没有 其他天神都没有 所以天人 他们都彼此在看对方 你今天戴什么戒指 然后他们都有神通 这个戒指是你在纽约 帮助一个老人 变成了一个功德 一个戒指 这个戒指是以前 你在海里面 救了几只鱼翁 变成一个功德 这个戒指是你寄了一些钱 去给贫穷的团体 有一个戒指 所以大家都互相在 随喜那个功德 而且有一种戒指是特别亮 是什么 供养僧人的功德 因为供养僧人 僧人清净出家人 所以他那个戒指就像 透明再透明的钻石那种光 他们更羡慕 所以天上的神 最大的功德 他就会到人间供养出家人 如果你能够供养 慈戒的出家人 他不但不会堕落 还可以升更高的天 更高的天 而且每一层天的享受 都比下一层的天的享受 多百千万亿倍的享受 是你也没办法形容的 就像一个普通的布 跟最贵的布 应该这样讲吧 一个普通的石头 跟最贵的这个钻石 然后那种差别 因为你怎么知道 每升一层天 就不一样 所以天人他不会嫉妒 他只想升更高更高更高的天 所以叫欲界有六天 而且这六天 最短的生命就九百万年 第二层天 各位都会被三千六百万年 第三层天叫夜魔天 明天